请无人一声拜 但是我们发现跨部会连续不足 造成一国两制 结果我们就发现 由劳委会所主导 内政部所主导的农保 古保 劳保 它标准的补助是一致的 结果健保居然没有办法补助 也就是说健保的补助里面漏了受灾户 淹水的受灾户十几万人 居然十几万户居然都不在 所谓的健保的补助范围之内 严重的影响到 马总统曾向灾民所表达 从宽认定协助补助的政策的要领 鉴请行政院比照 劳委会所公布的农保 国保劳保一致办理